当我上线后 我的弹仔竟然给我找了个新弹搭子 终于考完试了 让我看看我的小弹仔怎么样了 哎 妈妈要上线了 不行了 妈妈等我 我的弹仔怎么没穿衣服 我记得他上线的时候不是穿了吗 完了 太多姐姐妈妈 我也穿衣服了 没事 正好去抽一下 重新给我的小弹仔打扮一番 哇 这位小弹仔你好帅呀 啊 这人怎么骂人这么脏 我穿着裸袋你说我帅 妈妈这大天哪 一见钟情吗 你听说过一见钟情吗 去去去 什么一见钟情 不要影响我的欧气 你又啥都没抽到 你得赔偿我的送食啊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你面前 你不去珍惜 等你想起来的时候 可是会后悔的 妈妈真是的 怎么能这么对待喜欢自己的人呢 我要不要去凑合业他们呢 这么多忙喝 这一天五一 太贵了 烤了 再花钱 瓶盖 对呀 攒了这么多瓶盖 可以抽瓶盖吗 算了 还是去粗合一下吧 不然妈妈那大只男 真的要单身一辈子了 对 哥哥 先等一下 你为什么会对我妈妈一见钟情呢 你们还没有互相了解对方 就盲目在一起 会不会不太合适呀 好像确实是这样 那我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来自凤凰985院校的高三生 月薪十万蛋比较 还有不少名贵的皮肤 嘿嘿嘿嘿 十三万瓶盖 够我抽十三次试炼了 这一次 我要把瓶盖盲盒里的衣服 全部带回家给我的宰宰穿 嗯 你的整体情况非常可观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妈妈的情况吧 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好且优秀的男生 饿了会吃饭 翅膀会拿水 可人会喝水 困了会睡觉 下雨就在往家跑 你的妈妈 挺起来 确实挺好的 当然 我的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妈妈打对象呀 这个妈妈 喜喜 十三万瓶盖拿下全部的毛和皮肤 撤下我的宰宰有很多衣服穿了 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哎 又是比妈妈添乱的一天